整個政府部 整個外交部討論這一個事 難道我們外交沒有其他 更重大的事情要做了嗎 外交部沒有其他更重要 要去解決的難題嗎 所以我認為舉整個外交部討論 然後舉國大家 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基本上這就不對了 所以我寄望 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出來就是說 領導人的 你是說蔡英文總統嗎 對 就是說 你要求最大公約數 即便這麼天重英明的人 我認為要我 我寧願就是說 那你還有其他位置好派 他一樣可以為國效勞 那不要花那麼大的代價 來保住這個 小英總統跟這件事完全無關 因為很清楚 他說他看報紙才知道 當時要派他 當時要派口一哥做副代表 這個有跟小英總統講 小英總統拒絕了 小英總統否認掉 小英總統就是說不要 不要這樣 小英總統的看法跟我一樣 派任副代表證物任命 這絕對合法 但我認為小英總統覺得不恰當 不合理 因為你的歷練不夠 所以小英總統否決了那個人事 那小英總統在這一次的討論 被扯進來 我覺得吳部長你這是獻小英總統余不義 我認為這件事子彈打出來 就停在吳部長身上 因為你任用的 那你要勇敢出來面對解決 我再一次跟吳部長講 承認一個任命的錯誤 不代表你這兩年多來外交部 你部長的作為你就有什麼不對 不是這樣 你很多做得很好 很對的地方 新生大購優勢錯 腳步打岔誰人沒有 每天大家都多少會犯一些錯誤 那不要為這樣的事情硬拗 因為這個代價太大了